来台湾第五年我真的受够了 来台湾第五年我真的受够了 我发现台湾人真的没有办法放弃谐音梗 现在放弃已经 太晚了 台湾朋友跟我说 台湾对谐音梗已经是刻在DNA里 毕竟从小就是在苏石圈中培养学习 管我什么事 今天放松阿贝在台湾五年来 扫街观察日记之台湾人的幽默感 中文在台湾已经运用到如火纯青的地步 一个小小字的改动 就会让这个词起到一与双关的作用 这就是台湾人的谐音梗 今天就让我好好来吐槽一下 看谐音梗真的是刻在台湾人DNA里的 小到日常对话交流 踏到电影名字 遍地都是谐音梗 最有趣最显而易见的就是 落地的招牌 各式海报宣传 乃至警告牌都要来的谐音梗 今天就从我们刚抵达台湾 落地桃园机场 要出海关的时候 远远看见一个警示牌 上面写着 携带寒肉月饼出镜的话 我代表月亮惩罚你 罚款20万元 I see you 不要说你不知道 动物植物制品不准 看这个狗警官的一个衍生知识 谁敢违反 对于第一次在台湾的游客来说 刚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台湾人的幽默 警示牌的都是可可爱爱的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 到先付钱 离婚公休 这些狗尿尿公布影像 来人啊 给我五花大宝 还有什么 请发挥公德心 保持公德心 不识字处 一见接受态度照旧 提醒那家的垃圾福利的也超级搞笑 我吃垃圾 我吃铁罐宝克瓶 铝罐玻璃 偷丢垃圾神明在看 乱大小便神明在看 还有这个很夸张 奶奶快回家 乍一看以为是寻人启事 没想到是 荣露启事 这个医美诊所真的是绝了 第二呢就是餐饮了 毕竟高手在民间 夜市呢也是文爱高手江湖汇聚的地方 我们走进夜市啊 娃娃鸡们已经夹到欢迎 因为台湾遍地都是娃娃鸡 我们呢先要去夹食逼了一下 不要怕你钱用完 Just do it 如果你一个月没有夹到的话呢 也不要伤心 Don't worry Good 经常有人问我 阿贝 你是用什么软体剪辑影片 我用的是Viu Mara 让YouTuber收入翻倍的AI剪辑软体 除了一些基本的影片剪辑背景音乐 专上特效 最厉害的就是AI功能 最近升级到V14版本后 又新增了十多项 比如智慧短片 智慧切片 影片增强AI色谱 平面追踪等等 我用下来 那个长篇变得的功能 真的深得我心 像我这只口播影片 如果制作成搞笑短影片 也会有更多流量 短影片要怎么把握节奏和爆点 能提取长影片的精华内容来制作呢 它不仅可以选择语言时长主题 还有超过50种的范本和版面 无论是行销影片 评论教学 Vlog等都可以处理 一键生成后 这个AI功能精准订阅到 最能引发观众共鸣的关键 直接生成6个不同角度的短影片 它的标题都取得很有看点 每条旁边还有打分 看看这条评分最高 Don't worry Good 它的前几秒暴跌了 这个节奏都把控的很好 我们再简单编辑一下 就直接可以出片了 最高的事 如果遇到作奸犯 刚走到门口 九两大 所以无论发布在 reels shots和tiktok上 都会是爆款主题 节省了50%的时间与成本 工作者平时剪辑长影片 已经很累了 现在有了Vue Mara V14新功能 帮我长篇轻松转换 让AI高效打造短片 YouTube长影片现在做的人 其实越来越少了 很多转做短影片 无非流量甚至变现 都可能更有机会 透过这次新功能 既能好好创作长影片 也能二次利用生成短影片 剪辑效率直接飙升 而且节省时间成本 让我接下去创作 也更加多元 更有动力了 现在就用我影片下滑电阶 用Vue Mara制作 专属于你的大片吧 Don't worry Good 我们去这家七茶店喝一杯吧 这家店的台南 我下次一定要去吃 现在我们刚走到门口 酒仰大名大 酒仰居然和这个大名是 门大 不是不算门大 互对 怎么这么凑巧 在台湾 奇影可能的出现 都是天注定的 都说夜市文案高手多 果真如此 果真如此 我们来一杯黑糖鲜奶茶 Good and Rots 里面做 来做一碗面吧 我们继续逛夜市 如果遇到做间饭科的人 他是主打科宰间失误于各式面饭 台湾那种科宰间我真太爱了 很想尝尝这间 吃素食的人你有选择 我们就来知苏打理一下吧 知苏打理 这个是知苏打理 我们吃个素食料理 或者银丝作对 银丝作对 银丝作对是买银丝卷的 看Google评论这家店据说很好吃 这家店是在台南 它是碳烤银丝卷专卖店 银丝卷豆专卖店 台湾夜市必吃呢 还有一个大肠包小肠 长相死守 这家店在屏东啊 它不仅卖香肠 还卖各式台式古早味 望着望着 我们发现台湾人真的和热情 SALAN HAY YO 怎么遇到一个韩国人 看到这个我真的不仅 肉出微笑 肉出微笑 我也不喜欢跟沃世人搭讪 如果看到那些好奸诈 好奸诈的人 我在台湾街头看到 明侦探柯南 在台湾街头看到 五月天 吴彦祖 彭于彦于温乐 都是习以为常了 文案高手 在民间 真的很搞笑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 后奶的我们身上 后奶的我们 毕竟阿贝也开过什么 阿贝好渣 卖银松 金麦大鸡排的 阿贝性感糖包 我当时有去拍过 我只能说阿贝很全能 什么做不到 我直接可以穿越到 香格里拉 大海鸣波 反正说 只要吃一碗他们家的豆花 就带你横渡马六甲 虽然我读的是传播戏 但却能偶遇美术戏 也就是卖定时寿司的 I follow you 台湾的各大老板 真的每个地方都摘着浓浓的综艺感 冰高 就是要玩弄你的心 有人聊天的时候 我也能被笑死 这种谐音 可能还在日常对话中 我请朋友推荐一下 她经常去的什么干洗店 我想洗下雨柔衣 喜欢你 新缘结衣 老脸衣红 怎么被表白了 但是不对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又不是新缘结衣 然后我一查google 我才知道 哦 喜欢你 新缘结衣 笑死 我问朋友 平时哪里健身 我以为他会说什么蜗具 什么健身工厂 什么 没想到他跟我说 鸡发魂 鸡发魂 我当时惊呆了 鸡发魂 证明怎么贴上 就奇奇怪怪的 我说你在哪里健身 然后他贴给我这个 我看 Dream Bar Fitness 鸡发魂核心体能训练 我靠还真有这家店 这个语意顿错 我觉得很搞笑 但是我不知道意思 他跟我说 鸡发魂台语就是100分的意思 这个老板一语双关 去他们家健身呢 就可以鸡发魂 看到这里不知道 你有没有新花鹿放 新花鹿放呢 它也是宜兰的一个 看卡比巴拉农场 相信很多人去过 我发现台湾人 行一个啊 有些真的很烂 但是又想笑 我还刷到一个超级搞笑的 说 干我受够了 然后B说 我远东 你们发现这个梗 应该只有 再分享一些 我搜集到新闻 和可爱的路人 我真的看一次笑一次 台湾人永远不会放弃 谐音梗这个机会 我感谢这些琳琅满目 我感谢这些琳琅满目的电影 成为了城市里的幽默大师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 别的好笑的谐音梗 欢迎在这条影片底下 给我留言分享 我真的很爱看 很烂 但很毒 但就很搞笑的这种梗 毕竟台湾人 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放弃 谐音梗的机会 已经深深刻在他们DNA里 今天我分析了这么多 让我们看一下 台湾人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 连台湾的零食 都已经到Next Level了 你看完这影片 你有个中枪 没关系 你是在靠杯 北部更加Chill一点 他们那种等 我怎么能想出 这么搞笑的东西 人受过你的台湾 真的把我笑惨了 这种有趣的吸引梗 下次我来一讲 我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